白露和王赫帝合作的新剧《以爱为营》 开播前就吸引了不少观众 可没想到 如今仅仅开播四天 难看就登上了热搜 整部剧无论是剧情还是制作 甚至剧中主角的台词 都遭到观众都疯狂吐槽 男女主毫无化学反应 白露更是遭遇从女生涯滑铁卢 首先就是原著小说女主与白露的贴脸问题 原著中女主是财经周刊的王牌记者 职场上又撒又A 生活里却是个打声打气的小坐经 因此才与高冷的霸道总裁有CP感 但剧中白露的表现却和小说里相差甚大 职场礼装造就十分普通 没能塑造出女主的反差感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白露本身气场问题 这段模仿千颂一走路的场面 也是对比明显 甚至剧播出 不少人认为白露还不如剧中配角江沛瑶吸睛 再就是已经被拳王吐槽烂了的转场和滤镜 这都不想说了 我们说说几个让观众尴尬到脚趾扣的的明场面 女主是清诚大美女的人设 因此电视剧也原封不动 搬了一些小书里 突出描写女主好看的桥段 比如和女配比美的场景 比美就算了 关键衣服也不好看 白露更是没有压倒性的比另一位美 还有这段她是在看我的剧情 女儿完美诠释了观众的心理活动 别太真实了 你怎么我看了 我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